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按讚還有訂閱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分享出去喔 女孩交流大會 在聊天的時候最討厭聽到男生回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網友們的回答吧 最討厭男生說都可以 沒有自己的想法嗎 這就是有那個選擇障礙的人 你們會覺得男生一定要比較有主見嗎 會耶 通常都是女生在說都可以不是嗎 對就是你開給他說都可以 然後要吃披薩嗎 嗯沒有很想吃耶 就是說有沒有別的 太鹹 太胖 太油 嗯 呵呵 摺 摺是怎樣 可是這個 是有點半開玩笑吧 結果果然說你這樣不行喔 摺摺這樣嗎 這樣有耶 我通常是譬如說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讓人家有無奈想 驚嘆但是不知道說什麼 就說摺摺 但是後面一定還會加一個自己的評論 這樣 然後我們在開片嗎 哈哈 不好意思我們在開片 摺摺 摺摺 前導演 哈哈哈 前導演 主管 現在變主管了 非常多的出現就是等於等於 我覺得會有人亂用耶 因為我們應該公認的用法 它是一個表達非常不耐煩 跟非常生氣的不耐煩的那種用法吧 可是會有人拿來常常用 我不知道他們的用意是什麼 但一看到你就會就是氣起來 就覺得 你憑什麼用等於等於 等於等於已經是吵架才會用到了吧 你就是要非常表達 你現在到底在說什麼 現在要開戰了 對啊已經要開戰了啊 你這沒有邏輯啊 你講這個然後就要加等於 就是你整個在反駁對方了 就會覺得 你是在說三小 那個日文 日文 我在講日文 對 所以現在還有在亂用等於等於等於 真的不要亂用 那真的是就已經媲美髒話了 我小時候真的很愛用耶 我小時候聊天沒事 幾乎每個句都要加一個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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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經歷過這個時代嗎 等於V等於是好的啊 等於V等於是 大家都有滾等於 我會加V 那種感覺 討厭那種不熟的時候就叫你 多喝水早點睡 自以為暖男 等於等於 超兇 超兇 真的不熟 然後硬要找話題 不是不行嗎 應該就是晚安啊 早點睡晚安 那多喝水就 太業配了 他說的是那種不熟的 我猜對方也是想要 就是跟你多一點互動 也不知道說什麼 那我關心他一下好了 嘴邊就講了一些你認為很友善的 但其實就是 這些 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除非你們在曖昧中 不然女生一般不熟接受到 不會到時候覺得你不禮貌 但就是會 不會有特別好感 那假如是 宏妤任命說 多喝水早點睡 這樣可以嗎 就只要能跟他講到話都好 重點就是 不要想著 以為講這種話就可以成為曖昧對象 對對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先成為曖昧對象 再去講一些話 而不是用一些曖昧對象的話 然後想要變成曖昧對象 不可能 每句字尾一定要加哈哈哈 完了這是我 我超愛哈的 我每次就一直哈 好這邊提醒各位粉絲 通常千里如果回你 什麼什麼哈哈 他並沒有在想 很多人都這樣吧 會想讓氣氛歡樂一點 你高興就好 聽到這句瞬間 火火火 有三個會火耶 就吵架金句吧 你高興就好 我覺得跟女氣也有關係吧 如果他是笑著這樣 那他加哈哈呢 你高興就好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有點人格分裂 哈哈哈哈 你高興就好哈哈哈 直接 太奇怪了嘛 我被叮嚀說 再出現 這個 這個 的表情 就要敲我 那就是 很多人喜歡用 女生會喜歡就是 有點故意就是 背藍啊 裝可愛 或者是 背藍別人的時候 可是男生會覺得這個 這個是在敷衍嗎 就是有一點 微敷衍 就是 對啊 或是 這個 啊 下面這個底下 這個 那個也是超敷衍啊 這個就生氣了 有時候生氣會用 就是 暴風以前最後的一個微笑 那你就是看你接下來的反應怎麼樣 不然就會 對對對就是考驗你求生欲的時候了 在幹嘛啊 問號 只聊自己想聊的 說完就消失 其實我自己偶爾會這樣 就是我只想要分享一件事 比如說我分享完然後對方可能也都聽完 然後他也會覺得 他也有想講的事 但我就會覺得好懶得回哦 就是 你就會覺得 哦 就有點敷衍對方 這樣子 我剛才卻有點生氣的了 為什麼不回我 怒氣指 幫我這邊上身 男生真的不要踩這句地雷 不管你在跟 多熟多不熟 就是 有空就會回你 啊如果不回可能就是 不想回 那你還自己去問 那就是更打臉 這句話真的是大地雷 嗯嗯跟哦哦 很多人愛用耶 可是我也還好 嗯我也還好 如果只可以跟嗯 比較容易誤會 欸可是他還是有男生的習慣 就是只回一個嗯跟哦 因為他們平常可能就哦 嗯嗯哦哦 這樣 可是女生會解答成嗯跟哦 了解 好哦 這太嚴格了吧 真的了解好哦 這很正常啊 公司全組在用 哦對對對 每天那個上班都會用到啊 就了解 好哦 收到 好的 收到 可是你沒有遇過 真的不會聊天的 有啊一定有啊 很多耶 就是很明顯感受到 就是在硬找話題了 然後 你們在回之前 要想一下說 如果是你接受到這句話 然後對方 不一定有著跟你同梗 高度的熱情的話 他會要怎麼回你 有時候其實是很難回 或是接受到那句話 其實那個心情也不是說會很好 我是覺得 會讓我生氣的是 比如說就一直催說 欸怎麼 我沒有密你 你就沒密我了 這種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有什麼義務 我一定要回你 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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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幹嘛 跟女友的姓氏 這太多個OK了吧 分享 或者是硬要講到自己的功夫 什麼的 那個怒氣子在幫我加一格 男生在有意無意的 對在炫耀自己的功夫那種 就是怎麼還會有人這麼的 自我感覺良好 最近遇到一個 每句話都加XD的 到底是多好笑 哈 喜歡的傳什麼都喜歡 不喜歡的傳什麼都死路 沒錯 好啦沒有那麼嚴重 喜歡的如果傳到一些地雷禁句 一樣就是 我也會封鎖 每天都只會說早安 所以到後來我也都只會晚安 呵呵 超級尬 話題都我在想 超想問他到底會不會聊天啊 最後直接封鎖 背骨吧 有點可憐 他是真的不會聊天的人吧 但他每天說早安代表就是 每天都是有想到這個人吧 還是那個早安其實是釣魚 就是是群發的 對阿 每次看到這個 就覺得男生在不耐煩 換成對歐 難道不行嗎 這我真的不理解 真的沒什麼差耶 我覺得對歐有時候還會有點 對歐 要講幾次對歐 反而我還會覺得比較不耐煩 這時候 對他不喜歡 對阿對阿 以讀不回 這就是沒有要回你而已 跳過 哦 嗯 哦哦 嗯嗯 哦是哦 二阿 嗯嗯 這我男友的金句吧 很多語助詞是不是 點點點 到底在點三小 完了 他在整個砰擊柴哥耶 他跟柴哥沒辦法聊耶 哦 嗯 你怎麼看起來又變胖了 就是會覺得 你如果想跟我聊天 然後你用這句話開頭 你真的 得不到任何一個好處 就是 女生也不知道要回你什麼 然後對你這個印象 可能你會覺得 無聊或沒禮貌這樣子 比如說你真的覺得女友變胖 要怎麼跟女友溝通 這我覺得是一個難題 連我自己身為女人 當然沒有找到答案 我自己運動 你為什麼要找我運動 你是不是覺得我變胖 運動比較健康啊 我現在不健康嗎 為什麼我現在不健康 看得超胖 把我拖出去來人啊 我在打電動沒空理你 好煩哦 好像也無可厚非 因為他就真的在打電動 好啦好啦 又怎麼了 欸我覺得這蠻不好的啊 這不行嗎 不行 不行啊 當然不行啊 什麼就真的蠻好的 這什麼敷衍的口氣 好啦好啦 又怎麼了 那你就說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說又怎麼了 欸如果我本來就是先贏不好 然後想不想說 我今天覺得好煩哦 然後對方說又怎麼了 我就不想講了耶 我就覺得算了 你有男友嗎 這不能問嗎 對啊這 我覺得這蠻好的耶 趕快清楚彼此 去不去繼續浪費時間 他就不想再浪費時間 你有男友嗎 你有男友嗎 然後我說 沒有 約嗎 約嗎 超快 你什麼星座 那你不行 你看我先做也不行 對啊 這樣也不行 笑死 然後只會回這個 就是真的拿來當口頭禪 我是有認真在使用的哦 我是好好使用 一張貼圖表示心理想法 以前是有遇過就是亂用啊 或是我也不懂他這個 到底在穿什麼 然後硬要穿那種 我有點生氣 我會覺得你沒有尊重貼圖 算了 等於等於 這兩個字真的超解 蛤 蛤 超沒禮貌 兩人 也不行啊 好像 說什麼超沒禮貌 就是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就蛤 但回哦可以 可是要哦 就哦的讓我知道你不是在敷衍 例如 哦哦哦 驚套驚套驚套 或是哦 波浪 就是哦 或者是哦哦哦 波浪 an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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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點故意要 陽氣感就蠻好兇 為什麼 波浪 尤其是後面的波浪號 可不可以好好說話 這好嚴格哦 為什麼 波浪 也不行耶 為什麼 自己夾 問要為什麼 沒聊幾句就幾點下班 點點點 等於等於 我們很熟嗎 如果我想要給你拉近關係 不是啊 我們就不熟了 你為什麼可以直接問我幾點下班 我媽說這件不好 這個我媽幫我買的 上次跟我媽去這家餐廳很好吃 我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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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哦 你住在哪裡 這個也是 真的是熟跟不熟差很多 或者是有沒有想熟 不然跟那個幾點下班一樣 有點侵略性 嗯 這種興趣聊 然後也要感受對方 對你有沒有興趣 就是沒有興趣的人 你問什麼都 很容易侵犯到影子 或是太多餘 尤其是你 一開始跟人家認識 怎麼可能他一開始就對你有興趣 你們兩個是完全不認識 大部分兩個不是互相摸索嗎 然後你一下就超侵犯 或者是 人家不一定馬上想透露那麼多東西 你就一直追問的話 人家就會沒有興趣 就女生比較容易覺得 不舒服這樣 其實如果我回很慢 我就不爽啦 當大家時間很多 要聊就聊 不要在那邊三心二意 不是啊 就是因為大家時間不多 所以有空才能回你啊 就回很慢 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一直回 可以看照片嗎 什麼意思 看哪裡 最討厭男生說 我說的話不對 還要給我一大道理來 反正就是講一大堆道理這樣子 尤其是兩個人如果還在 就是曖昧 或者是剛認識聊天 開始講一大堆道理 笑到哭的那個表情三個 每次看到這個笑到哭的表情符號 心中就有一把無名火 為什麼 超愛 大家都很愛打吧 超愛 他說 他自己打說 我先忙 然後那個人回說 好喔 你真忙耶 怎麼都白目啊 要打起來就忙 好白目喔 老男人了還一直給我裝可愛 講什麼回一句後面就加個喵 是欠貓吧 老男人不能裝可愛 老男人浪漫了 所以是什麼 沒事都在那邊喵 可以喔 喵 不過其實不管男生女生有時候 還是會有那種 不知道怎麼聊天的時候吧 我們Pubdaily的app 推出了一個 匿名聊天室的功能 那沒事就可以上去點一下 就是學習一下怎麼聊天 而且它是全部匿名的 所以你可以匿名跟陌生的聊天 然後可以放心的講自己的心事 都沒有人知道你是誰喔 好我現在來試用給大家看 點進來以後呢就點到下面的菜單 倒數第二個有個匿名聊 左上角就有一個隨機聊天 一對一快速配對 馬上聊天 結果我點了以後 他就會忙隨機跟一個 也有點這個按鈕在等待的人配對 我配到的這個人叫 暗礦藍化石藝龍 哈囉 他沒回 可惡 但沒關係這可以一直配對不對 好沒關係 我就多放幾條線 我現在先跟他哈囉 然後我們再來配下一個人 這是綠獅嗎 他是綠色的獅子 換一個表情符號看會不會理我 聊天啊他玩我了 他說你好 幾歲呢 幾歲呢 我沒有很想 防備心很強 可以騙嗎 剛滿30 你呢 而且我覺得 匿名聊天會有這種 就是很未知那種驚喜感 就不知道對方是男是女 然後還要那邊慢慢試探 因為不像某些交友軟體一樣 就是速度很快 就直接打出來 挖什麼挖 很兇 打擾了 30就不聊了嗎 問號問號問號 30就不聊了嗎 不了了之 哈哈哈哈沒有啦 剛剛另外一個人回我了耶 暗礦藍化石一龍 你是第一次用這個功能嗎 好啦我們先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話題聊的話 我們右上角有一個紅色按鈕 它是秘密話題 開啟話題認識新朋友 那點進去以後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別人有沒有創過哪些話題 或是你自己也可以創一個新的話題 那你們到時候配對到的 匿名的人 就是那個陌生人 你們可以針對這個話題先去聊天 而且你可以選擇就是你有興趣的話題 那可以透過這個認識有共通話題的新朋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有哪些話題 男女之間真的沒有純友誼嗎 有人知道人類圖嗎 男女約出去吃飯誰該付錢 跟男友交往六年已經死床了 有什麼建議嗎 QQQQ 等一下什麼是死床 進去如果問他什麼是死床 會不會他會覺得 明明他是來求救 然後我還跑進去問他說 所以什麼是死床 但感覺照字面上來說就是 沒有什麼床上運動的這樣子 可是我對第一個其實比較有興趣 我要回去 男女之間真的沒有純友誼嗎 加入聊天 我覺得 有 幹嘛呢 怎麼幹嘛 好煩喔 好總之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私底上去聊看看 順便練習一下聊天功力 反正就是匿名的也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想要練習聊天的趕快去下載吧 好